我是寿山动物园主任庄旋志 我是台北木扎动物园的园长陈毅聪 我是新竹世界动物园园园长杨厨远 我们刚刚问过你们对于独一性的动物 其实没有那么样的买在优先位置 但我还是要问 我还是从您开始 有没有你现在最想实在蛮想要的 但是种种条件还没有成熟 或者资源不足 但其实你蛮想在你们动物园内增加什么动物 有没有这种动物 的确是有 你能够讲吗 其实我们其实在就是两年前在做整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把马来摩当作我们的是 未来要收就是当作文章 对啊 尤其像以台北东原 他们是加入那个欧洲东原基水族馆 他们在马来摩这一个保育计划 那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在设计展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预想到未来我们其实这边有多物种 它都可以来共用这个场地 所以我们其实场地的设计上也是尽量就是能符合 马来摩它可能在使用上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就希望说 有机会在台湾能跟台北一起 我们在马来摩这个地方 这个物种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做合作 离死动物园的交流 是国内法要管 还是政府首长就可以 还是要国际动物的管制 其实通常就是我们园跟园之间 就可以交换 我们都有参加一个台湾动物园跟血族馆协会 都在组织 园长们直接回答给不给 我们很愿意做国际跟合作啊 当然啊就是非常非常 好那就先说谢谢 对对对对 我们很愿意做各种合作 我们知道今天三位相聚有一个成果了 那你要什么 其实我们我自己啦 我自己想的啦 就是因为我们园区真的不大 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如果有机会应该可以 或许有机会是企鹅 就因为企鹅它体型也比较小 那它适合空间 就是需要空间不用那么大 那我们真的比较有机会 或许未来有机会 如果说长官也支持 然后民众也认为 这个是可行的 我希望未来有机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大家跟我说澳洲的夸卡很可爱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夸卡 就是号称会笑的 会笑的那个 有点像会笑的五尾熊嘛 会笑的小袋鼠 对对 但是一个物种的引进啊 就像我们原样这边讲的 他们考虑的其实还有 会很尊重族群专家 对于物种多样性这件事情的考量 还有我们这边的天气 我们的条件 我们的蓝色 我们到底 我们的人员 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专业 就是来照顾新的动物的输入 而且现在国际只要对于这种 几乎都列为保育动物 它的输出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是澳洲政府它 尤其比如说我们要引进澳洲的动物好了 它澳洲政府可以算是全世界 也就是最严格的动物输出国家之一 它要来你这边评鉴评估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把它的这个物种照顾好 那光照顾好物种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会非常的提心吊胆 那我们虽然说面积很大 170公顷 但是其实我们各种动物 也有一点点饱和了 所以我们才会跟我们 台湾的各个管所啊 各个动物照顾的地方 都有很多不同的介质啊 合作啊等等 也许在这里 再给我 sant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